情歌那麼好聽 應該很容易交到女朋友耶 對啊 不是 小時候不敢唱 沒有 我說你 我覺得差不多可以出來對不對 用情歌去迷惑別人 對啊 你這個一唱 女生就是立刻會愛上你 這時候你要說謝謝兩位 謝謝兩位職人 驚恐 驚恐 這通常不是什麼 後面的問題都很可怕 你不要這樣 可是當時在比賽時候 如果都是這個路線的話 在一個比賽裡面 很難拿冠軍吧 因為你們通常都喜歡 給他們出一堆難題 一下快歌 一下跳舞什麼的 是 不過他一直有一個 很清新的一個優勢 我覺得這個是滿不錯的 他也在比賽的過程裡面 其實練了滿多歌曲 像這個Gail 其實這本來就不是他們的語言 對他們來講有一定的困難 胡夏在比賽過程中 最害怕的是 他們叫你做哪件事情 唱快歌 對 就是最後一場那一首 要帶舞蹈動作的嗎 對 對 對 而且正好選了一首是郭富城的 對 然後就 現在還記得 現在不行了 你選了郭富城哪一首 叫做唱這歌那一首 然後是宰歌宰舞嗎 對啊 然後就學了兩天 然後就在上面那種大動作的 然後他們說我唱歌的時候 表情已經扭曲了 精靈的那種 所以分數不高是不是 不高 那Roger有要把你的眼鏡摘掉的意思嗎 沒有... 他...Roger老師其實一開始有幫我 換過一副眼鏡 但後來我還覺得 戴這樣的比較... 有感覺 就是不會... 你是不是屬於那種戴眼鏡 會比較帥的人 因為從小就戴眼鏡 你是想看他沒有眼鏡的樣子嗎 我可以就側面偷看 可是不要讓觀眾看到 胡夏你在乎在鏡頭前面 把眼鏡拿下來 大概三秒鐘左右嗎 還滿在乎會 那你過來 那你擠給他一個人看就好了 因為有些人是不戴眼鏡 反而不好看 你就背對著鏡頭啊 你讓他看一下 我沒有 我要遠看才知道你的眼睛 怎麼樣... 笑像巨師 趕快開始我們 不戴眼鏡的時候是劉謙耶 那不是很好嗎 戴的是品冠 不戴是劉謙 你看你要哪一個 還是戴的 不戴的就看不見 為什麼 永遠為什麼沒有建議 他試著把眼鏡拿掉 他有這樣的學生氣質 是 那小胖老師你不戴眼鏡 是可以讓觀眾看到的嗎 S 今天... 快點 我偷偷看到 像誰... 像誰... 拍到了 像誰 不戴的時候是胖子 戴了也是 你不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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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眼鏡拿下來 也會像流籤的 這不是啦 胡夏請坐 胡夏的名字來源很有趣耶 他本名就叫胡夏 是... 原因是... 因為爸爸姓胡 媽媽姓夏 對... 如果大家都這樣取名字的話 對啊 橘黃 對... 所以當時是他們為了紀念 他們兩個談戀愛結婚 所以給小孩取名叫胡夏 其實不是啦 就是爸爸一直很早就有說 不管是生男還是生女 都叫胡夏 OK 對 也好... 就是也方便嘛 不用再查字典啊 或者是找什麼字這樣 所以爸爸媽媽都是大學老師 媽媽是大學老師 爸爸是高中老師 那他們有像我們聽說的很多 父母親覺得小孩進娛樂圈 他們會很擔心的這種態度嗎 爸爸是學聲樂的 所以我覺得也是他的一個夢想 所以家裡頭是... 家室就是會唱歌的 爸爸是學聲樂的 你會唱聲樂嗎 我不會 你學我嗎 爸爸唱歌是哪一種 唱名歌的 就是... 那樣的 的那一種嗎 對 而且他有教我颱風喔 就是大動作這樣揮的 颱風是哪一種 就是唱歌的時候會... 對 那你為什麼不用 用了可能會得到冠軍嗎 這感覺怪怪的這樣 萬一你真的被拍到一些 跟女生牽手或親熱的照片 你爸媽看到應該會很生氣吧 應該不會吧 對啊 所以爸媽就... 這個是很危險的 來 你站出來 站出來 站出來一點 站出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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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妳說他們兩個的照片 很容易啊 就一個標題就是說 街頭老父 對啊 心跳病發什麼事 就是很有愛心啊 補腳背什麼 那你示範一個 講到逛馬路 哪邊是馬路 你就往前走 唉唷... 唉唷... 差勾過來... 回來一點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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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得多... 救命 抱 抱起來啊 打耳在馬路上 你看 如果被爸爸看到的照片 你要怎麼跟他們解釋 就是實話告訴他們啊 什麼 怎麼講 走在路上 然後突然被創意 然後是不是你覺得躺在地上嗎 那爸媽會信嗎 妳要不要... 妳不用揍小聲在地上嗎 我現在起來很容易就破嗎 來...用那個離心力 1 2 3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學生點 好厲害喔 我覺得如果是妳跟小愛是被拍到 爸媽應該還覺得滿有趣的 可是如果妳跟采華牽手的話 我覺得...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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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馬路... 她今天到底要試幾個女生 過馬路... 過馬路... 又過一次了 對 妳過...妳過一次 怎麼會這麼蠢啊 妳沒事吧... 妳沒事吧 還好了嗎... 太好了... 好... 妳還好嗎... 妳還好嗎... 妳還OK嗎 我還OK啦 不要緊張喔 OK 沒關係 走... 走... OK啦 彩媽妳好會跌喔 我跌得很美對不對 妳怎麼剛好跌到她面前去抱住 而且妳還有融合轉圈耶 剛剛那個鏡頭應該要慢 然後放一下 妳就太... 那個是姿勢要漂亮 而且要跌得漂亮 對 所以妳們兩個姻緣 就從今天開始耶 真的嗎 可是這三組哪一組 比較難跟父母解釋啊 有這麼難看嗎 老夫要健康檢查一下 所以... 所以美人妳當了采華經紀人以後 有比較熟悉娛樂圈的一塊 是妳從前沒有接觸過的嗎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其實... 妳覺得最有意思的是什麼事啊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選歌 Bobby是妳選的 選歌 對 所以妳挑到這首歌的 這首歌是我們的團長 我們的那個... 阿德 很厲害耶 Bobby三太子他推薦的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那個選歌還有那個寫歌詞的部分呢 我覺得我參與的就很好玩這樣子 對 甚至於其實我們有... 本來要去跟Lady Gaga買一首歌 妳要買Lady Gaga的歌 來給采華唱嗎 對啊 妳買得到嗎 如果妳今天要買到... 沒有買到... 冰淇布以後 接下來就是台灣的Lady Gaga 很適合妳啊 妳就可以把整個龍蝦 對 對 很牛肉的這樣 對 所以我們出了一... 所以我們在這張也出了一首歌 叫《妹妹 Gaga》 差好多喔 真的差很多 Lady Gaga 我去《妹妹 Gaga》 對 而且妳做人有很多《妹妹 Gaga》 我們要學習的 所以美人姐 對 妳是已經計畫好 她接下來還可以做什麼是不是 我覺得先把這個做... 盡量做到最好 對 所以她可以去... 再去連續劇裡面演一些 比較邪惡的角色嗎 沒有 現在來的都是偶像劇耶 來找的都是偶像劇 演媽媽嗎 真的耶 是演長輩的角色還是... 就是媽媽 但是媽媽大概都是四十幾歲 就是我現在這個年紀 是 美人她接下來要拍寫真集嗎 怎麼可能 不用吧 我目前沒這個規劃耶 可是她如果自己很想要拍呢 妳會嗎 妳就跟妳的經紀人講 妳有這個夢想 她很喜歡幫人家完成夢想啊 可是我對我自己沒有信心 我的身材會不會像S那麼好 我覺得夢想跟幻想 真的 我覺得妳要把它分清楚 對啊 夢想這麼好 夢想這麼好 不一定啦 我覺得妳出寫真集也會很特別啊 真的嗎 真的 好吧 那我們來試試看 對 是 所以妳會不會很少機會 再遇到妳以前 妳也常上節目的朋友 什麼白雲啊 因為私底下都會聯絡啊 對 白雲哥啊 建民哥 蟲蟲哥啊 他們有買了專輯了嗎 有... 我的一些好朋友都有支持 現在就看他們買的張素 來瞭解友情的深厚 沒有 希望他們好好表現 我都跟我的朋友講 該是你們報恩的事 對啊 好啦 希望大家多多報恩 恭喜胡夏出戰機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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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